杜新武是有抱负、有志向的人 建清政府各地赔款 国家姓王 匹夫有责 自己玩命江湖 难以干出大事业 为某九国之道 1900年杜新武东渡日本 考入东京帝国大学 留学期间 常召集进步学生宣传推翻地制 结识了宋教人等一批革命党人 并由宋介绍加入了同盟会 还担任孙中山先生警卫 在日本期间 曾参加全日大学生柔道比赛 杜新武代表中国留学生比赛 用其精湛的武功 轻而易举连败几名日本柔道名手 一时轰动东京 1907年 宪政党首领梁启超 在东京警卫馆电影院演说 鼓吹君主立宪 杜新武和共和党青年张继 居正 肖立衡等由会场楼上跳下 齐声喊打 会场大乱 梁启超乘机逃走 致使这次演说流产 回国后 金宋教人介绍 先后在农林 农商 农工不任职 护法战争失败后 杜感叹国事凋零 长期闭门谢客 玉居北京 闭门修炼 不与世俗往还 此时杜新武已年近50岁 唯一的心愿是能物色到一个和事 的弟子将其自然门绝技传下去 以不往徐师当年一番苦心 下巧 一日有一青年来访 来者自称 在北京农大读书 特来求师学艺 杜新武虽然寻徒亲切 但并不轻易传人 听了那位青年的拜师请求后 近捧父大笑说 我哪里会什么武术 你不要听信谣传 误了自己前程 来访者只得信信而去 不过 这位青年人并未灰心 而是自这次之后 又屡次登门造访 表明心计 杜新武经多方考察 见其人文采武功 均不同反响 也有了收徒之意 原来这位年轻人 就是后来 飞升中国舞坛的 武林民宿 万来生 他在农大求学 和著名全家教新州 一见如故 后拜照为师 学习六合门全术 后经照师典剑 决心研习自然门功夫 度见他诚心拜师 于是选定万来生 为平生第一弟子 自然门功夫三十单传 到了万来生大师这一代 才在海内万武术界 传播开来 1928年万来生出版了 武术会综艺书 会武术 南北派内外家 吴义卢 其中对自然门渊源及练法 做了详尽的阐述 见解精辟独到 从而赢得了武林文心美誉 在同年举办的第一届 全国武术国考中 万来生以自然门拳法 一路过关斩将 最后登上冠军宝座 成了全国文明的武状元 上世纪二十年代初 渡层二渡出山 利用其在武林中的威望 在全国各地发展 会党组织 上海滩上 显赫意识的帮派头子 黄金荣 杜岳生 也尊其为老太爷 后各方势力 都想利用他的威望 为己所用 都被杜兴武 矮言谢绝 1921年 杜居北京系直门 奖房大院6号时 其同学 天津大公报社长张继篮介绍 四川气功市流神仙道都家 向他传授气功和艺术多年 1928年秋 杭州举行全国国术大赛 杜兽聘位平探员 应邀表演了走员场 30年代初始 开始公开收图传译 弟子慎重 杜平时身居简出 是富贵功名如浮云 之与武林中人来往 与著名国术大师王子平 刘百川 杨成福等人 有意深厚 万赖生 在武术会宗上谈及其诗时 称其平居不苟言笑 为谈及武术禅学 则出力奋发 滔滔不绝 一代大师风貌 悦然纸上 1937年 日军清华后 策划华北五省自治 日军曾右舍 兴武任华北自治政府主席 让他出面组织 华北维持会 但被他拒绝 后司机逃出去了上海 后到湖南长沙 杜兴武在此创办国术馆 万赖生任馆长 1938年 日军泛乡长沙 杜与图 一起回到湖南辞立老家 1939年 国民党政府签重庆后 杜兴武任 中国抗日群众动员委员会 主任之职 1941年3月离此赋予 1942年辞职回乡 在范增山建了一座斗米关 行医 1949年定居长沙 1951年 任湖南人民军政委员会 为顾问 后又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参事 湖南省政协委员 杜兴武除武术医药之外 也是一位京剧爱好者 早在北京时 与梅兰芳 程燕秋 马连良等交往 1953年 杜兴武因旧商复发卡血而病逝 一代国术大师 就这样在风风雨雨中 走完了自己充满神奇色彩的人生历程 感谢观看